争冠十七年 唐太宗为褒奖开国功臣 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放入灵烟阁中 在这二十四人中 有一位的下场最惨 他被人诬陷谋反 李世民不便真伪 将其处死 但很快他就后悔了 不过唐太宗是个好面子的皇帝 最终也没有给他平反 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知道灵灵烟阁中 有一位功臣也是因谋反而被杀的 他就是侯军吉 不过侯军吉谋反是有证可查的 他与太子李承权联合 意图不轨 不过今天咱们介绍的这位并不是侯军吉 此人排在灵烟阁公城第十六位 被封为云国公 名叫张亮 张亮是郑州营阳人 出身贫寒 家里是带以农为业 但他替唐又大劫 史书上还说他外敦后而内怀鬼诈 这句应该是张亮被杀后 使官们给的结论 随朝末年 瓦岗军席卷河南地区 张亮投奔李密 但一开始未被重用 一次张亮发现了一场军中叛乱的阴谋 他报告给了李密 因此得到重用 张亮最初隶属于徐茂公麾下 后来徐茂公归顺唐朝 亮颇赞成其事 乃受郑州刺史 在方权陵 徐茂公的举荐下 唐太宗李世民将张亮封为秦府车其将军 应为心腹 李世民与李建成发生矛盾后 李氏特意派张亮镇守洛阳 同左右王宝等千余人 因引山东豪杰以四变 李世民即位后 张亮作为心腹 得到重用 而且官位 爵位迅速提升 选武门之变后 张亮才被封为郡公 此时徐茂公 程瑶金 秦琼等人早已经是国公了 但到林燕阁公成排位时 张亮排在第16位 程瑶金排在19位 徐茂公排在23位 秦琼排在第24位 但到了真冠20年 张亮居然被推到西市 被当众斩首 即没起家 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 张亮犯了谋反之罪 事情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真冠20年 有个叫常德权的举报张亮 说他和几个方式意图不轨 整天讨论图称 并言亮有一而五百人 李世民于是派人去调查 把那个两个方式逮了起来 结果两个方式承认有这么回事 供应及常政其罪 张亮对此解释道 此二人为此见乌尔 接着又陈述自己开国有功 应该从轻发落 百官们不敢轻易言罪 都等着皇帝的指示 这时候李世民说 亮有一而五百 续扬此辈 将何为也 正与凡尔 百官一听皇帝 既然说张亮要谋反 自然要求出以此行 命百聊一其欲 多言亮当诸 但只有一个人反对 他就是将作少将李道御 他认为亮反行畏惧 明其无罪 但此时李世民正在气头上 哪管那么多 于是张亮被处死 一年后 刑部侍郎有缺 李世民想起了李道御 他对百官说 王者李道御 以张亮远反行畏惧 此言当已 虽不及从 至今追悔 也就是说 李世民对于处死张亮之事 感到后悔 特别是没有听从李道御的话 所谓张亮有五百亿子 都是到听途说罢了 自己计划